你在他面前很伟爱 怎么说呢 大家因为在Q球里面聊的嘛 然后大家聊开了之后 加了好友 然后我们 我去看 去蓝通去看到的 他在蓝通协程旅行网里面做客服 然后我们就见了一面 第一面感受如何嘛 第一面说实话 没瞧上 你没瞧上他 当时我也没有看上他 觉得他那个卷发 然后懒个事 感觉皮肤白白细白 白白的那种 感觉像奶油小生的一样 然后想这个奶油小生能靠谱吗 能当老公吗 那后来怎么走到一起了呢 后来我们当时都有 不好意思说没说明 然后我觉得 像楚楚吧 跟朋友普通朋友楚楚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保持联系 然后他会说一些 他创业的经历 还有他的梦想 也是我学的是 计算机专业的学校 然后我们自己找工作 自己找了好多家都被拒绝了 因为当时我身高没有这么高 我才一米四吧 好多这个都被拒绝掉 然后我们就 我就回家了 回家然后找个 学个手艺 然后当时就学了一个采访 做了好几年 然后因为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嘛 我抱着一个心愿还没完成 就是想实现自己的IT创业梦 然后当时我就带了四万多块钱 到南京来创业 现在刚开始是从 一个我一个公司 作为学徒 学了一年之后 我跳槽 然后去了别的公司 刚开始是挺艰苦的 因为三万多块钱 那时候南京的房租 都要大几百亿 一个小 跟他们合租的 六个人合租的 一个小包间 那只能放下一张床的空间 然后卫生间都是共用的 然后坐车上班的话 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 然后坐了三四年出来 然后我就自己单干了 那时候手上也就五六万块钱 和我的几个同行 合租了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也就六十平方 然后坐了一年 认识了小灰 就是你认识他的时候 是没钱没车没房 对 兼顾的时候 我一天只吃一顿正餐 那么苦呢 一天吃一顿呢 对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一个三无难人 我觉得他对他的理想 特别执着追求 我是特别能吃苦 然后这一点精神 让我觉得特别地欣赏吧 现在你们是在 已经结婚了 对的 我们已经结婚了 开了夫妻店 对的 夫妻店 每天他干技术活 你干什么呢 你在店里 我就负责说后呀 然后送货呀 然后有时候打包啊这些 现在开得怎么样 开得很勤 第一年因为不顺嘛 亏了好几万 那时候手上还剩一万多万年 他没帮助你啊 他然后过来之后帮助我 给了两万块钱投资我 我都觉得我当时脑子瓦特了吧 我觉得 脑子瓦特了 真的 当时又没结婚 怎么就投资了呢 真是脑子瓦特了 两人现在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4年10月3号结婚的 也有小三年了 是的 三年多了 三年吃羊 你这会儿我发现 你这会儿放开了 现在觉得生活也挺好的 之前我开的那个小店 我哥哥嫂嫂在开了 然后我父母就帮忙带一些 带我哥哥嫂的那个小侄子 生活也挺好的 他对你好不好 凑合吧 凑合吧 凑合 就是不好咯 到底好还是不好 好的 哪好 说一件事来证明一下 他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 他特别省 就是自己的腰带 就是好几年了都不舍得用 我说让他换一条都不舍得 一条腰带系了三四年 都烂了都烂皮了 一件衣服就穿了两年 一双鞋穿了三年都破洞了 都不舍得换 但是他会给我买衣服 买新衣服 每年都买 每年都买 这衣服是他买的吗 怎么太哭了呢 怎么了 一条皮带这四年早了 我还记五年呢 我 怎么了 怎么了 出到你伤心事了 说来听听 怎么了 第一年亏了嘛 然后自己 因为我有狠心 我想把它做下去 做好 然后他也赞助我两万 然后我第二年 经过我的努力 一年连续路已经有十几万了 然后这两年再平稳地发展中 越来越好啊 不用哭 每个创业者都这样的 你以为他们创业容易啊 幸福的眼泪 现在熬过来了 那他对你好不好 在生活当中照顾你吗 好 因为我那时候 这位妹妹买块蛋 一天要了也不少钱 大概三四十块钱吃的话 她每天从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 公交车给我送饭 那是多么幸福的一番场景 嗯 嗯